嗯 啊 哥斯拉大戰金剛啦 本週特地的刻心片除了怪獸打怪獸 還有五片陪伴啊 真的找到 到底是哪些電影這麼有膽識 戰力有多強 都你選出來的還問 這就開戰啦 第六名十五周年经典日片 令人讨厌的松子的一身 中古美籍异海巅峰之作 夺日本电影金像奖 电影巡报奖等五奖最佳女主角 人物的価値 人物的価値 职务的松子顾心脏防衰老 但人类的松子却让人心脏停工 爱不对人孤老无疑死壮凄惨了 告白导演中导者也华丽地诉说 并一举的故事 好评隔十五年再看 跟新的一样 三月二十六还是好看 第五名十五 波斯语客 描述为了逃过纳粹的魔手 犹太人骗说自己是伊朗人 德军异想天开 说他当家教 要学老司也不懂的波斯语 白俄罗斯拍的德国苍结片 紧张到令人窒息 本来要代表该国参选 今年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却鉴于剧组演员 八成不是白俄罗斯人而取消资格 文本上来说 跟剧情大纲是不是一样啊 三月二十六 想起波斯猫眯着他的双眼 第四名巴黎星空下 描述大街友捡到小街友 还是个语言不通的新著名 无衣无价没钱没事 单凭满满陌生人的善意取暖 阿桑带幼童寻亲 可谓法国版中央车站 这位还不是普普通通的阿桑哦 他是巴黎走音天后 及凯撒奖以后 开特林福罗 光是搬出这名字 感觉电影就好看 会哭哦 三月十六 想想你不能去巴黎 第三名夜游诗精秀 世界上有一种恐怖呢 叫泰国骗很恐怖 描述实际秀制作单位 黑吃黑 却又撞上阴森病动力 鬼玩鬼 爆榜至今三十集了 每集都有恐怖片 要是每集吃一斤 我已经吃了三十斤了 亚军日本动画大师 金敏过世前 最后一部杰作《盗梦侦探》 描述高冷的精神治疗女博士 透过梦境机器多出影分身 在卷入悲剧刑警的噩梦 温柔解开她的中年危机 全片脑洞大开 奇想飞天 喷满成人的野望与影视的浪漫 也影响了英国导演诺兰 写出全面启动剧本 连取境都至今 15年来重映过 也上过串流平台 在登院线人 空降齐带绑亚军 您再不看 我就真的拿你没办法了 3月26 缅怀精明 冠军毫无疑问是 迈向极佳的戈吉拉大战金刚 描述戈吉拉大战金刚 讲的对于没讲 难道他们学过如来神掌 也要说给你听吗 Otaku特赦魂大爆发 地球上明明有40级人口 偏偏就是雪中我 轰隆轰隆隆 每天对着我喷火 有怪兽大怪兽缠着我的感觉 从来不曾这么美妙活 3月2日今天就去感受 得 本周特赦克星片报告完毕 想看更多影区最新消息 请加入Light Today电影官方账号 或一家Light Today电影频道 好香的好症的消息都在这里 也别忘了给你最期待的电影投票哦 我们下期见